哈囉,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灰熊 我是小五 聽說你吃蜂蜜飲吃得非常好 對啊 為什麼 你也知道我是做財務的工作 每天接觸數字,壓力又很大 會嗎?會有什麼壓力嗎? 當然有啊 我負責管理一家公司的財務 這很重大 尤其今年疫情的關係 壓力更大嗎? 壓力更大 因為現在整個東南亞疫情非常嚴重 所以他們的經濟比台灣更蕭條 那我台灣這邊必須要去負責協助 總公司新加坡那邊的財務壓力 怎麼說這個有沒有壓力 真的有 你壓力這麼大 你吃蜂蜜蜜有感覺嗎? 非常有感覺 像我 今年我已經五十歲 嗯 那我 基本上我又是一天睡睡眠大概只有六個小時 對 那中午午休的時候 大概也是只能中間 就利用那大概二十分鐘小睡休息一下 對 那之前還沒有黑毛病的時候 我只要大概到十一點我不由自主 我就開始打瞌睡就真的受不了了 是喔 但是自從 比較沒精神就對了 比較沒精神 比較沒動腦 嗯 但是自從 接觸到說 愛多美的那個黑毛病 封密癮之後 人家說這個是可以促進我們的新陳代謝 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對 那我想說試試看 應該是 而且愛多美的東西 它的產品 我對它非常的有信心 因為前面我講過 重點你相信 對我相信它 這東西是好東西 對 所以我真的就乖乖的吃 對 我早晚 各吃一包 各吃一包 我早 我 也不用說早晚 就是白天晚上各一包 白天的話就是午休 我跟我說午休起來 嗯 二十分鐘 那時候是 你也知道說 尤其現在天慶了 呵呵呵 有時候午休二十分鐘 根本就意猶未盡 起來的時候 還要可能發個呆 打個朵 才有辦法正式 這是三公 對 但是 自從有了這個黑魔性之後 是 嘗試著午休起來 我就趕快吃一包 然後喝一杯溫開水 對 欸 當然 因為它不是藥 對 所以它沒有辦法像藥一樣說 喝見效 馬上 立乾淨馬上說 哇 水這麼水 當然 沒有這回事 但是真的 大概到一點 一點午休過後 大概到兩點 頂多兩點半 欸 開始一直沉沉到晚上 十二點 一點鐘 那以前如果沒有吃黑魔性 不行嗎 以前不行 也是午休起來 開始就開始一直發呆 一直整個下午都沒有精神 沒有精神 就是沒有辦法集中 對 精神集中 而且晚上睡前我說過 我都大概超過十二點 才會上床睡覺 對 我睡覺前 我再吃一包 我晚上非常好睡 你也知道說 有時候沒有人到買了 你會睡不著 對 但是我吃了黑魔性之後 我反而更好睡 會一覺到天亮 但是有一點我要強調 要多喝水 不然早上起來會 口乾舌燥 噢 所以我們的黑魔性 會比較濃縮 所以我們有吃的人 就要多喝水 多喝水 這一點很重要 所以這個小五 你這樣吃了這個多久 大概也有三個月 三個月 都 不只喔 四個月了 四個月了 你看我這樣子 氣色好不好 不錯 真的 是圓的 但是真的我覺得 要保養身體 一天 兩杯飲料的錢 你把這個喝飲料的錢 你看喝那些飲料 真的耶 我一直很不贊成 去喝那些手搖飲料 對 增加身體的負擔 又花錢 那為什麼 與其不投資自己的身體 對 一杯飲料錢而已 對 那你比較貴的 還比一杯飲料錢更大 不過他不是藥 我在強調 他不是藥喔 保健食品 對 他是讓我們的身體 我們說要 要儲存身體的能量 對對對 一旦年紀到了 這個也缺 身體的元素 這個也缺 那個也缺 等到你真正想要再去補的時候 不會有 真的 我們要有觀念 因為他不是藥 所以 我們就是要有這個觀念 去使用這些東西 來 來保持我們身體的健康 對對對 對 所以今天很高興 請到這個 布蘭麻來跟我們 聊一聊這個 希望對大家 也有好處 也有作用喔 謝謝 拜拜 祝大家平安喜樂 拜拜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賀 如果你想要增加一份額外的收入 或者是想要用物美價廉的產品 歡迎您跟小賀聯絡